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其实我决定要来《声人心》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挺冒险 而且应该算是一个挺不被看好的事情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你一个流行歌手为什么要去参与美声或是音乐剧这样的一个盛会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得到像廖昌荣老师这样在美声街那么重量级的老师的一个肯定 包括也得到尚老师和刘昌荣老师两个的帮助 我觉得很开心吧 虽然我们《声容人心》是一个重唱节目 但是我是节目里面唱的独唱最多的一个 因为他们真的好高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来到《声人心》第一感觉 我就只想到一首歌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他们的高真的是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高很不一样 我平时觉得一米八 哇好高 结果你发现如果把一个一米八的人放到《声容人心》里面就发现 它是只有一米七五吗 结果他们真的很高 你躲过山船 就是这么来的 你是在戳我的痛处 因为我一开始里面倒出来说 哇 你比我矮的 然后最后就私底下一聊 你多高 然后他多高多高 我说哇你比我高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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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的名字 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我叫周深 我知道了我十三十四岁我被告知 我一直叫周欣欣 但是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我叫周欣欣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回去问我妈 周欣欣是谁 是你们第二个儿子吗 后面我才知道 就是因为湖南话 我是湖南人祖籍 然后湖南话的声的发音是心 然后他们就当时抱着我去上户口 就是给我们家欣欣上个户口 然后那个上户口 好 你们家姓周 你儿子喜欢周欣欣 我飞上宇宙 歌词呢 这个 鉴于这个飞船暂时的燃料不够 不用送歌词 就这么地吧 接下来就是会再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也会继续进行自己的一个永远演唱会这样一个计划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目前暂时定的是深圳跟杭州站 然后之后如果大家喜欢听我唱歌的话 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其他站 也希望大家能够小小小的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还好让我唱还好 在我面前放那就真的是不好 因为之前我就跟毛老师 毛不易 我就跟他说 你如果在外面听到自己的歌声 会什么样反应 他说尴尬 我说我也尴尬 他就告诉我的一个故事 就说是有一次他路过一个音箱店的时候 他在那可能稍微停住了那么一两秒 就突然开始 一杯请过往一杯进远方 这样的歌我就说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尴尬的情况 我只有遇到过在吃饭 突然开始海浪无声 真的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 就如果大家以后认出我们的话 可以等我们走了之后再放我们的歌 因为如果你认出一个艺人 他在你的店里 无论是吃饭还是在干嘛 你如果放他的歌 你相信我 你一定是在赶他走 因为真的很尴尬 贼尴尬 特别尴尬 有一次 我是跟龙哥 还有齐哥 还有嘎子哥 他们一起出去吃饭 轮柔放我们四个人的歌 就你说这个饭怎么吃得下去 你吃着吃着吃着 突然开始 只要能够回早往日 他们在里面唱歌 你就 就是这样的感觉 哈喽 Starbox Young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欢迎关注 Starbox Young 关于我的最新消息 请搜索小程序 Starbox电子刊